以健保局一年所需麻醉手術量一百多万例 年平均余命79.5岁来计算 每人平均一身至少动三次大小手术 然而台湾的麻醉相关致死率 却比美、英、日等国家都高 台湾新创公司玉性医疗科技 那个我听说麻醉手术风险很高是吗 我们麻醉手术采用的是静脉注射的方式 反正麻醉一定都有风险 但是我们有麻醉医护同仁 而且我们有监视设备全程观察 所以其实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可是最近新闻这么多 我看来还是很担心 别担心 我们有预性Air Mode 手术当中因为麻醉深度过深 导致以呼吸道无法有效建立 会导致血中氧气溶度的下降 产生呼吸道窘迫的危险 预性Air Mode 提供全程及时的监视 搭配数周麻醉医师的判断 能够大大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 为麻醉安全把关 预性Air Mode 预性Air Mode能够提供全程及时的监视 请病人平躺后 将主机放在患者附近 将听诊贴片固定在患者的脖子上 可借由耳机收音听诊 亦可结合AI连续呼吸监测系统 AI连续呼吸监测系统 可及时播放呼吸音 视觉化声音频谱 不但可运算呼吸频率 而且可抗噪可辨识 使用本产品作为辅助 对病人安全的提升 及手术风险的下降 都是莫大的帮助 让外科医师能够安心地开刀 以及病人能够舒适安全地醒来 是麻醉医师天护的使命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